但是人又想要在下面乘涼 所以就把它限制在那幾個框框裡面 然後再潑水泥上去 然後在裡面乘涼 然後這前面有一個廟 這裡有一個廟 這個廟就是拜榮樹的廟 只有疫情校 不知道校尾在哪 我們在後面把它鋪在這樣子 然後前面再拜它 大家不覺得很奇怪 好 然後呢 這個新聞是什麼 是監視器拍到嗎 大家還是看一下 七顆香檸五層樓高五百年榮樹倒塌居民一省 為什麼會倒塌呢 倒塌的畫面是什麼 大家注意看這個 寶安宮廟後方一棵榮樹 忽然搖晃起來 接著倒下 驚動民眾 那天燈拔起應聲倒下 這棵榮樹樹幹直徑五公尺 高近五層樓在炎熱天氣中瞬間倒塌 嚇壞民眾 好 大家看到這個畫面 然後 新聞後面就是地方父老們大家就一起拿香在拜那個廟說那個榮樹顯靈 然後那個就是找專家來把它修好這樣子 然後專家來看說什麼 他可能有核根菌 那核根病是 他的成因是什麼 濕熱 悶熱 潮濕 會提供這種 核根菌的存在的環境 那為什麼會悶熱潮濕 因為他用水 然後 你看到上面 這麼大 然後樹根這麼小 這個照理榮樹怎麼根 榮樹不是應該會一直下虛嗎 可是大家會把它弄掉 然後你再希望說他不要大 我其實還有一個很經典的畫面 那個 跟有一次 那個 劉克香老師的臉書 放了一個 一棵樹 然後旁邊 我用畫的好了 因為那個我還要找另外一個DVT的畫面 很麻煩 所以 好現在 一棵樹很大 然後 這是他的根 然後 這邊都是土露 他沒有鋪水 但是呢 地上有一個露痕 走路的痕跡 就是 這地方草沒有長出來 旁邊有草 在旁邊有草 但是這有一個露 的痕跡 就有人踩踏 踩踏到植被長不出來 然後 土壤變硬的 那個痕跡 你們知道這個是怎麼來的嗎 六狗嗎 六狗 你是把狗綁對 是不是 他才會這樣子 那個 劉克香老師說 那個是一個 那個太太 他每天會繞樹 然後相信樹的能量會傳導給他 比如說很多人會去摸那個樹 會摸到樹的有一層很光滑 這種 就是我 其實有很多很有趣的人 對自然的想像 人對自然的想像 很像可以從自然裡面 那種純粹原始的自然的能量 但是沒有意識到 他在繞樹這件事情 本身 對這叫樹的能量的影響 好 那 這個其實剛剛已經講過了對不對 就是 有一陣子大家覺得整幕比較沒有 好 然後呢 因為設計圖是統一這樣畫 所以不管平的或斜的都會這樣子畫 結果民眾就說呢 然後呢 步道還寥寥 容易摔跤 然後呢 基督市政府後來就換人八包 那一個是用 防枕木水泥 大家知道防枕木水泥是什麼材質 就是水泥做的 然後但是看起來很像枕木 然後又繼續扑人 然後民眾又一直罵 那 還是問題跟前面一樣 為什麼 你看得出來前面問題是什麼 通常沒有絲啊 這個問題是什麼 通常沒有絲啊 整幕會壞 所以我壞了水泥防整幕啊 要怎麼還有人罵我 看得出來這個問題 你們現在走這種甚至會有那種 跳障礙賽的感覺 然後跳障礙賽之後 你就不想走 就會走旁邊 然後就造成剛剛前面說的那個 旁邊 旁邊就會變成充實溝的問題 好 那為什麼它會變障礙賽 距離間距離 剛剛說設計圖可能畫得很密對不對 假設距離大家長一點就好 為什麼它會變障礙目 關鍵在哪裡 原來踩踏的這個面 應該是跟它是平的 不是凹下去的 那為什麼會凹下去 下雨的時候水 這旁邊沒有收邊 土灰一直從這邊流掉 然後下一個設計 我們看一下那個 它後來換了整個水泥的設計 還是一樣 這樣了解嗎 它就是螢幕換螢幕的概念 然後他們沒有 基本上那個設計圖沒有畫到要收邊 你如果仔細看 沒有一個這種木頭工程有畫收邊 從一個錯誤的設計圖一直抄圖 一直抄圖 然後大家從來不知道 問題是出在哪裡 這個是太多很有趣的事情 塑膠工程嗎 所以如果有收邊就不會 可是老師收邊不會積水嗎 就是在本水 對這是一個好問題 對 收邊有可能會因為裡面的圍田的那個石頭 它不是石頭是土 土會被踩到扁掉硬掉 那個地方就會凹下去 然後你就會積水 對 所以好現在不是在講工法 因為其實我要講的不是工法的問題 是系統思考的問題 但是既然大家有興趣 我可以說明一下 一般來說 你如果真的做了這樣的工程圖 旁邊一定要收邊 在下一個的這個中間一定要收邊 然後裡面其實是要大量的集配料 都是碎石 然後呢 開選 然後表層才會有土 這樣子 那這樣才會比較不會 那這個要夯實 夯實到跟這個一樣平 才不會發生你們說的 怎麼這樣吸水 或者是這邊流掉流掉流掉 之後就凹下去 但是關鍵不在這裡 關鍵在 剛剛那個 我們有非常多的設施 是根本就不應該 沒關係 你們現在還沒辦法想像那個未來 所以我只要先講到這裡就好 關鍵根本不在這個工法 它有可能根本就不應該做這一條路線 因為呢 同樣上那個山的路 這裡面會講到很多系統性思考的問題嗎 假設這是山 台灣的路都是這樣子上去的 要不要做接聽 要啊 這樣上去 不做接聽 它會變成一個溝 然後你會以為那是天然的溪溝 其實是人這樣子直接上山頭導致的問題 然後呢 你如果做了階梯之後可以怎樣 至少這個溝 它可以防止它衝突 它人會比較好走 但是很多做這個時候登山的人就會出來說 我們原來走那個土路多好走 根本就不應該做 其實問題都錯 問題在哪裡 你如果這樣走呢 煩到 那會不會做很多接聽 不會 因為是這樣子 你去國外看喔 國外的步道不會直接這樣走 大部分是這樣 或者是 假設我是 我可能是沿著山腰 這樣子 這樣子走 然後我如果真的要上山頂的路線 我才會這樣 對不對 長距離步道基本上會是這樣子 那所以 其實真正系統性的思考 大家不要拘力在 剛剛我說的那個階梯的工法 它有可能是根本從系統性的想法裡面 就不應該出現那樣的路線 最根本的關鍵是什麼 越緩 坡度越緩 水的作用力越少 人的走法也會比較好走 那個時候就不用做更多的色素 所說不耐用講的是這個 所以 忘了剛剛那個工法 那個工法只是我說 那你如果真的要解決這個問題 那你必須至少要能夠解決那件事 OK 這些都是追求材料耐用 可是根本沒有 世界上沒有耐用的材料 塑膠保護真的是一個很奇怪的東西 你知道那個塑膠 現在大家都已經知道塑膠造成多大的問題 對不對 生產塑膠從石油裡面提煉 然後呢 最近我們油價應該要炸那個 那個 炸掉糧 然後 那塑膠又不是用在真正的需要的地方 然後後端的處理 你們如果去爬山可以仔細看 有很多那個工程做完之後 那些廢料有沒有離開過那裡 沒有 他就是拆了把它丟在看不到的地方裡 然後再鋪上東西 基本上他們不會去編經費把它搬出來 只有搬進去材料的費用 好 OK 這個也很好 那個 帶入另外一 西北市金山 只有這個呢 錦玉路的古道 大家看到是清朝時期 漁民運送漁路過的道路 但是呢 現在當點軍一方面說 新北市政府九十六年花了一千多萬 重新公設道路 確實凹凸 民眾騎車經過 都會特地放蠻股動 確實因為這條漁路不高 光隔不上頭屋的十百路 輕輕一彩 就不斷漁路 連水風帶別的東西 一波小溪就會雷彩 我怎麼做 這幾個玩意 我怎麼拿起來 我們都是 我們都是很小的 那一路就不穿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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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想當時還是清早運氣 最好古道是清朝年間 有此外 專門運送漁路過的台北 基本是 發了一間多萬 全新部設 卻有人超創的在這裡到 一下來就摔了數十人 或是這位摔子色 一打那 加了一座三名成員 遇到受傷 那一路就不穿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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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年計程采訪師 也差點滑倒 看連電力都 以來那一路就不穿得到 這場 這場 搞的 下一個人都在空 那邊也見到的又壞票 有完又壞票 真的很差 真的很差 而且說 新北市又在講什麼 露品專案 這叫露品嗎 這叫露品嗎 叫露品 他以為現在可能早前前的時候 可能那個人抽傷或是幾個狀況 然後 只要後續位置 鬆手 去鬆手 好 大家看到什麼 古道 騎摩托車 其實我後來有講到 待會很快的帶過去 就是步道上有很多不同的使用者 也有騎甲車 那 以這個案例來說 因為他其實 魚路古道 正是到金山黃港的那個 市區裡面 社區裡面 所以他們的確會需要騎摩托車 所以 但是很有趣喔 他要鋪一個 那個 古道 然後要讓人家騎摩托車 其實是沒有辦法 兼顧他原來古道的樣子 大家剛剛有看到原來古道 好 然後 他為了要營造古道的印象 這常常是台灣做老街的 常見的作品 可是這種 台灣以前老街 是不是這種 是一顆一顆石頭 小小的 這樣作品 有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這個 這個鋪面 這鋪面是從哪裡 這比較像歐洲的 老街 石板 對不對 石板 好 我們台灣很有趣 就是在處理這個的時候呢 不是用在地的餘味 就是去拿國外的 然後其實在這個環境底下 他真的就老老實實的 鋪一個社區可以過的就可以了 那當然 古道的整修有更多有趣的議題 就是現在都只剩下 古道的名字 而沒有真的看起來像古道 然後那個被指定為國定古蹟 我是不是上次有講過那個 古字盃的故事 類似 這個是發生官被指定為國定古蹟的盃 然後他被當若果園的門柱 然後 單車道 這個是 這個新聞是能高越嶺古道 大家走過 能高越嶺古道 那個 有人 越單車去騎要摔死 其實那裡 他們的古蹟是要騎摩托車 去天池山莊都是要騎摩托車 那原來門高越嶺古道是保線路 所以他其實是本來就可以有車輛進去 但是他會產生什麼 人走在上面的人車衝突的問題 尤其是速度 好 這個 這個我就不想 因為這個其實就 不想講他 你看太蠢 好 這個大家知道在哪裡嗎 越 越坦 OK 那有一陣子本來要做成這樣的設計 然後 後來 後來 好 然後 這是香港的 案例 上次我有沒有講過這個案例 沒有 沒有 OK 好 香港 所謂的水泥化就是死死化 他們稱水泥叫死死化 然後 然後 那 就是原來 這中間是一個原來叫圓泉古道的 然後古道本來非常的用在地的石來鋪非常漂亮 後來他們把它鋪成這樣 那 這個 右邊這個是 他在一般的步道鋪了水泥步道 然後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 剛剛說的 開始產生沖刷 然後人不好走 所以他們就敷水泥 敷完水泥之後 大家就開始罵 說什麼 剛剛 大家很討厭樓梓的原因是什麼 很難走的原因是什麼 很難走的原因是什麼 兼具 還有 就是沒辦法按照你自己的步法 還有人的膝蓋 會很痛 對不對 因為很多 很多 最近又有一個新的廣告在賣藥 就吃了他的藥之後 跑路外的時間 就不會痛 就是其實走路會膝蓋痛 走這種階梯會膝蓋痛 這件事 所以後來政府就聽到了 我說的是香港 政府聽到了之後 他們就做了一個工程 就是鋪這裡 大家知道這是什麼嗎 公園裡面那個 讓小孩子盪秋千或溜滑地下 都有一個黑色的軟墊 他把他黑色軟墊裁一塊一塊 然後貼上去 就是要讓大家膝蓋比較痛 這樣 但是結果呢 結果大家看一下這些人在跑 這就是我說人走出來的 但是千萬不要覺得這是自然 沒有這一塊 人也會走出這樣 然後水就會沖窗 那個是自然在衰落的狀態 好 那所以大家又不走 所以就繼續就是這樣 這是惡性循環 就是我們說工程常常是頭痛一頭 假如你沒有系統性思考的話 就是頭痛一頭 然後呢 把舊的翻成新的 好這裡面 大概我們其實很快的做一個小結 因為其實後面其實還有一段 但我覺得應該今天會講這 這裡面其實會涉及到不同的人 我們剛剛一開始說不同的人 對付到不同的想像 他會因為不同的原因 然後有不同的看法 這裡面包括說譬如說政府部門 我剛剛已經講過那個主計八方 工程八方的裸甲 然後明代 明代如果大家都很清楚對不對 政績建設一定要看得到 然後那 部落可能基於觀光 社區想要怎樣 用剛剛說那種 改造山林為後花園的方式 這裡營造 然後登山的人 其實想要什麼都不做最好 對不對 好 而且要登頂 他要登頂又什麼都不做最好 其實 OK 這個剛剛我已經講過他的問題 然後遊客是怎樣 大眾的遊客就是方便安全 不要弄髒鞋子 不要弄髒 不要受傷 然後生態的團體 當然就是希望保護原始的自然 文史的專業 他們會想要的是去探訪一些廢墟跟遺跡 所以那些東西希望怎樣 不要被人家知道 不同的人對付到的想法不一樣 那 要幹嘛 為什麼要透出一口氣 這個算是今天的作業 請大家就拍下來 這麼多的新聞 步道器官 各種各樣的人 我為什麼希望大家 挑一個 你覺得印象最深刻的 你不從這裡面挑也可以 你挑你看過的奇觀 然後 你就提出 因為我剛剛其實有把每一個 他可以思考的問題提出來 你可以去想 這裡面有哪一些問題 然後如果 除了指出問題之外 就是如果 你要跟他們做說服的時候 你會怎麼說 我希望大家把自己放置在那個 要帶 要去做為一個上過步道學的種子 去跟人家對話的那個行動 整個角色去思考 好 那 其實呢 我還是很快的講一下 後面 這個部分 講多少算多少 因為今天我 不用趕公車 稍微講一下 其實啊 我們剛剛看過的各種各樣的步道 這個是我在2011年寫的一篇論文 做的一個架構 我那時候就提出來一件事情 就是步道啊 它會長什麼樣子 它的技術是怎麼決定的 並不是出於一種科學 或者是一種工程專業 它基本上是基於當時的制度文化 政治、經濟、社會結構 會產生不一樣步道的樣子 它其實不是某一種被科學決定的 好 那 那時候我就做了一個 模式 的四種模式 怎麼建構出這四種模式呢 一個面向就是 步道的錢是誰出的 是國家還是社會 然後一個面向就是 那個技術、工程怎麼做 是誰控制、誰決定 是有一群專業的人 還是使用的人 好 那我們剛剛看了那麼多奇怪的步道 大家回想一下自己 過去看過的步道 然後想一下 在歷史上最早出現的步道 應該是哪一種 這個 沒錯 那簡單講是什麼 有錢出錢 有力出利 對不對 所以以前做不知道是誰的事 是大家的事 我要用路我就會去修 那時候 國家的角色一點都不重要 那什麼 你可以舉出幾條路 是屬於社群自己的事 隨便舉 你們走過 對 剛剛那個魚路古道以後 以前從金山黃港到士林 挑魚走出來的路 那所以通常社群自己不是 就挑茶挑鹽挑米挑炭挑水 它意味著什麼 甚至比如原住民的列入 部落之間的涉入 防禦的路線都可以 這一些都是怎樣 在還沒有國家介入之前 人民生活基於需要 所走出來的路線 然後我們會互相互助合作 不同的族群會有不同 互助合作的方式 基本上總而言之 就是我們會分工 這一條路上的 你家負責那裡 我家負責這裡 然後我們 比如說在北方 北部的淡蘭古道 我上次有講過土地公生日的時候 大家一起出來吃虎跟修路 對不對 所以傳統的社會網路會支持著 這樣子的一個 有錢出錢 有利出利的路道 好 那第二個出現的是什麼 第二個歷史上會出現 國家政府 國家政府 對不對 好 當國家進來之後 那個路就會變成怎樣 很長 為什麼 我統治者的需求 比如台灣 我上次講過台灣第一條股關到哪裡 我真的是這樣說的嗎 台灣第一條股關到新眾貫財一秀對不對 我們講過說安平往北往南的那一條嘛 然後現在他根本就看不出來是股道 對不對 好 那當然 那上次講過說普灘色事件之後 清朝為了開山撫番的目的 所以後山北路 後山中路 後山南路 對不對 那所以你就會意識到 國家的力量他會需要 以前哪會有人要跑到中央山脈裡面去 有出草對不對 那所以最大的動機來源是什麼 我們上次介紹張智希有講到 取用蟑螂 然後 那所以 系統化的進入到山林裡面去開採森林資源 然後 這時候就需要跟這些原土民族衝突 進到他的傳統領域 所以這個時候開路通常都是伴隨著征服跟打來打去 像以前的艾路艾詠線 他是不斷往前推進 然後 那清代的艾詠線到日據時代的艾詠線 日據時代一直往裡面推 然後呢 大致上在軍用道路時期 日本的軍用道路時期 還是沿襲著清代的一些路徑 清代路徑有什麼特性 就是 這樣子上上下下 而且如果你到一個地區陌生的話 其實走林線是最不會迷路的 那所以清代的 比如說後山北路 他就會出現一些階梯 但是 因為當時是用臨時性的方式去做 所以呢 現在看不到遺跡 那等到 進入 就整個太魯的戰爭結束之後 開始真的在做所謂的里番或錦背道路的時候 錦背道路就可以好者以前來做 然後 那 所以那時候呢 錦背道路就會選擇什麼樣的路線呢 沿著等高線前的路線 他基本上可以輸送一些之眾 或者是有一些紀錄還會記載說 駐在手跟駐在手之間 緊急可以起腳踏車 那所以這個時候 日據時代路就會出現什麼樣的功法特性 他就比較不是這種路線 他是這樣 這樣子要維持一個可以輸送之眾的平緩程度 就要怎樣 高的地方打低的地方墊高 所以你會看到 日據時代比較多功法是墊 苟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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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詳細來說的話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有一本 梅澤舊的書叫 《翻地作業口飯》 裡面有寫日據時代的 這個人大家聽過嗎 如果你們走過追五道的話 其實應該有看過 追五道不是有一個隧道嗎 然後旁邊有一個觀音嗎 然後那個隧道的外面 有一個石頭 石頭上面有刻字 看起來像塗鴉 但是上面寫的是寫梅澤座 那是什麼梅澤小隊 他們開那條路的時候寫的 然後梅澤就是開非常多橫越的 越林古道 那些警備道 竟然他是警察小隊的 開路也非常厲害 所以他就寫了一個 翻地作業口飯 然後有當時在爬的工碼 做道路的工碼 做愛永縣的工碼 通電鐵絲網怎麼做 日據住在手怎麼做 他都有 所以當我們如果要整修的對象 是這樣的古道的時候 你就要怎樣 用當時的作業為慢 這樣大家能夠理解嗎 好 這個我們剛剛著墨非常多 國家警官典範出現 所以你看這樣的步道出現 其實也不過才二十多年 二三十年 在這之前步道不是長這樣 只是現在大家已經變成習慣這樣才是步道 這個案例其實要講的是搬運 我們剛剛沒有講到的東西 好現在看一下 這是桃園古大草原 然後這個梁庭 這個石板 當時為什麼本來那個草原會不會有石板 不會 他是古道的時候不會有 為什麼 因為現場附近沒有石板 而且那個都是花崗園 所以一定是進口 好 那東北角貿易區管理處 他們說為什麼要修這種石板路 他說了兩個理由 大家聽聽看有沒有道理 第一個他說 因為那個遊客去亂採草皮 東走出來西走一條 一條土路出現很多條之後 就導致第二個問題就是什麼 後面的人可能會迷路 所以為了讓人家知道路在哪裡 然後不要亂採草皮 所以他們就做了這個石板路 大家覺得有沒有道理 你經過前面的老力激浪之後 對他來講是便於管理嗎 便於管理嗎 便於管理 對他來講 對就是剛經營那兩個原因 所以大家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有沒有不同的看法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接下來發生什麼事 我們來看一下現在滑鼠子的 這一個是什麼 人走的 這是人走路嗎 衝鎖 這是衝鎖嗎 車走的 扭走的嗎 車走的 你看那個寬度 哦 那麼一致 這個基本上這麼寬就這麼一致 這是車子 那原來車子是上不了頭圓鎖的 他只能走上去 結果那為什麼車子會出現在這裡 施工 因為那些材料不會自己長腳走進去啊 你要鋪這個東西 要不要施工便當 好 所以呢 施工便當做完之後 工程結束了 好 你知道那個車走的路 人走在裡面 深度到哪裡 到我肩膀 因為那是你蓋車 好 結果呢 要解決人亂才找你的問題 好 然後呢 施工機具進去完成這個工程之後 當年年底就變成這樣 四輪傳動車上去 走哪裡 施工便當 本來桃圓鎖上沒有車的 結果呢 車子就上去 車子上去到什麼程度 大家要學會看喔 這個 這兩個的高度 原來應該是怎樣 原來應該是這麼高 你現在注意看這個 這個切面 就是 它反覆的去使用 然後它繼續沖刷 就是 然後呢 就導致它的路就一直凹下去 如果要過去之後 他們自己 車友就自己去鋪水泥 然後呢 現在 這是2015年新聞 就到現在還是沒有停止過 四輪傳動車上去 然後原來要解決的 到底要解決什麼事情 還記得嗎 遊客亂採草皮 然後結果造成的衝擊是更嚴重 還有衍生性的破壞 然後還有什麼呢 有沒有讓遊客不亂採草皮 注意看紅色的箭頭 其實我剛剛在前面新聞已經講過 許凡有這種爬坡的階梯 剛剛大家不是說我不選二嗎 你不選二 然後你要走的時候 你會怎麼走 走旁邊 有沒有人會堅持不走旁邊 舉手看看 沒有 所以每個人都貢獻了這個結果 所以其實很吊詭的是 步道監測的研究裡面發現 有撲面的步道比未撲面的步道 踐踏衝擊更為集中且嚴重 這是學術上的說法 但是這樣大家聽得懂嗎 有撲東心的步道旁邊 踐踏的嚴重程度 是更集中更更嚴重 本來沒有拖的話 大概就是 現在你看到那幾個主路 好 那 這個是一個惡性循環 首先選線的時候太抖 坐了階梯 坐了階梯人膝蓋痛 走旁邊走旁邊 走旁邊造成沖刷 然後就怎樣 就會造成整個設施的毀壞或掏空 然後我們就會出現很多這種 人跟狗都不走的步道 你看那康園裡面常見的 鋪了這個之後 人帶一隻狗去散步 人走在旁邊斜面上 狗走在旁邊草地上 中間每人都不走 為什麼 大家不喜歡樓梯 好 那樓梯有什麼問題呢 其實大家都下雨去看嘛 下雨去看的時候 你會看到這個階梯的狀況是什麼 太狂 積雪 我覺得大家還沒有 那個再更多的自然想像跟觀察 是瀑布 水從上面下來的時候 完全沒有任何排水 它就是一直沿著這個上面跑 然後這裡面這個設施也是非常荒謬 大家看到這邊鋪碎石對不對 我真的說鋪碎石比較怎樣 很飽 比較自然 可以透水 可是這整個都是水泥鋪的耶 所以它鋪碎石要幹嘛 然後所以當下雨的時候 然後變成瀑布之後就怎樣 一直把碎石往下帶一帶 所以你會看到那個 常常你們去看喔 很多那個階梯的最底層 都有一堆碎石 注意看 然後這時候 他們會再請工人 花錢請工人 再買碎石回田 每一年都要做這件事情 好 然後我剛剛說那個花崗岩啊 花崗岩為什麼會變成是 就是這樣扁扁平平的 其實你知道 如果你真的以工程來說的話 這種扁扁平平的東西 放在自然裡面會不會固定 放在草地上會怎樣 會狡猾對不對 然後所以它一定需要另外一個東西 來把它黏住 就是水泥 那怎麼會做出這麼不符合工程的呢 其實不會 如果你剛剛那個 它是不是比較容易疊起來 然後機器比較好翻 所以這些邏輯其實基本上 是國家警官委犯造成的問題 好 然後那剛剛你講過戰道的問題 好 那現在大家看那個戰道上面 綠色的是什麼 好 其實那個是浴室紙麻墊 就是四方形的 拼起來的 那你們說PU也有過 人工草皮也有 然後後來就換成什麼 黃色的紙麻條 後來變黑色的金剛沙紫滑貼紙 我現在講的是各種材料的影變 但是它共同不變的問題是什麼 濕滑 特別是 其實你們如果去太平山 看到那些木栽道 或者是阿里山看到木栽道 它是處於一個什麼 雲木帶 然後木栽道 就是你還原沒有了解 環境 就是做出這樣的一個設施 是怎麼的話 然後 這個 這個大家知道嗎 黃帝殿 有沒有走過 有 有嗎 很久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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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帝殿吸引人的地方是怎麼 很久以前 這樣 然後人走在上面 那時候跟誰去 跟同學 同學 同學是 他幫你抱出來了 同學有男有女 沒有沒有 都男是 都男是 都男是怎麼可能會去走 都男是怎麼可能會去走 我來學校 我是連去 直接衝下來 OK 高中 大學 大學 其實 應該是 在2004年之前 那個是大學約會 就聯誼的 最佳去術對不對 那為什麼 我會說出這個時間點 有沒有走過後來的時間點 他黃帝殿這樣子 尖尖的 然後刺激嘛 人就是去走 然後大家就覺得危險 所以後來2004年的時候 台北線做了一個工程 現在大家看到有沒有 出起來 一定要把它打平 這是施工的過程 打平 然後旁邊再插鋼管 拉繩子 拉布蘭 所以現在呢 很安全 然後結果呢 就沒人去 然後結果當地人就開始反抬 就是賣小吃的 賣水的 就開始說 做了這個之後沒人來 那我們現在後悔了 我們可不可以把它做回去 不行 所以這個 所謂的 這個不可回復型的破壞 在這個 我們的自然環境裡面 一直不斷發生 所以 之前我在2002年的時候 就是包括我上次講過的 四輪傳送車 反染車 跟這個刷青胎 就古道等等 那 這裡面其實會發現 同一個典範模式裡面 也會變形 剛剛我們說民眾熱心設施 算不算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算了 算了齁 然後可是現在的人變得比較聰明還是比較笨 他們會帶什麼 輪胎地毯上去鋪 然後這個 大家覺得好不好 鋪 鋪這個要解決什麼問題 紫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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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把熱色放進去 對不對 從來不會把它放下來 然後你如果仔細看這個 你如果真的去研究的話 你拉起來它好幾個層 像考古文化層這樣 一層一層拉起來 不同時期的材料 為什麼 因為那個一開始鋪的時候 可能會止滑 後來就怎樣 更滑 就更滑 更滑 然後那個顆粒磨掉了 或者是泥水覆蓋了更滑 還是在一直鋪一直鋪一直鋪 這個做法 跟剛剛我們說的工程步道做法 是不是有異曲同工之妙 大家只想鋪面 但是不想要解決 源頭的問題 造成施滑黏命的問題是什麼 所以 所以 我剛剛只是問大家說 熱心設施是不是手作步道 如果缺乏系統性的思考 對自然沒有任何的理解 只是以人的角度去解決末端的問題 而不是解決源頭的問題 它就不是手作步道 而且手作步道做完 它基本上就地取材 它不要造成這個環境以外的困難 所以如果是手作步道會怎麼做 不是鋪東西 而是解決水 那等到我們再講那個 就是手作步道的時候 我再跟大家講 那這個是說過那個步道器官調查的結果嗎 你們知道那個溝是怎麼來的嗎 下水縮 越岩單車騎人 等級 再變成水的沖刷 就會變這樣 人踩踏也會有這個效果 那輪胎會有很明顯的這個效果 那就是你要學會看人在自然也很厲害 所以你要來打獵 打獵你如果看多了 你就會知道動物是怎麼走的 好 那這些都是 其實早期的先靈的智慧是很厲害的 在卵石的地方又有卵石 有沙爺的地方 這個我有講過嗎 沒有 我等到我講手作步道的時候 再來跟大家介紹 這個就是傳統的手作步道 傳統的社群自己典範 就是手作步道 國家政府典範是不是手作步道 其實也是喔 好 所以手作步道不是壞來的東西 它基本上是怎樣 要回到過去的傳統去找結果 因為他們之前就用過就地取材的方式 解決了這個問題 而且你現在也看得到 表示它有效 而且耐用 對不對 好 我們用這個新聞做解喔 這是要處理那個熱心設施這件事 剛好我們92120年 這有一個跟921有關的 然後在南部也很有名 大家常常會拿來說 我們在做的事情跟嘉義行善團很像 大家有參加過嘉義行善團的行動嗎 其實我非常崇拜他們 因為他們 但是嘉義行善團後來分成兩支 大家知道嗎 不知道 好 請看那個楊宏任的論文 他就在研究這個嘉義行善團 為什麼會分成一個派 但他們裡面其實是有祭師的 因為要做橋這種結構橋樑的東西 他其實是有祭師的才可以做 然後當時在這個聯合報 曾經在2009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好像就是 就是921之後 反正我記得是921之後 然後聯合報寫了一篇的社論獎 橋樑有兩種 橋樑有兩種 哪兩種 他講八掌溪 八掌溪上面呢 是政府八包工程做的橋呢 都沖走了 是嘉義行善團做的橋呢 都還在 所以呢 他說一個是用心做的 非常唯心 只要用心就可以了 用心做的 然後一個好像是用 我忘記他怎麼說 用錢做的 其實用心也要用錢 他們其實是有贊助的 然後所以後來就肯定說 民間做的其實比政府還要好 那可是沒多久 另外一個新聞出現 新三美大橋 嘉義行善團造的要被拆掉 大家知道這個新聞嗎 在達拉伊古那邊 那個時候 檀科大捐了一千五百萬 然後蓋那個橋 就後來橋的基礎位移 然後那很多人 其實為什麼 我剛剛說那個 其實有好幾個論文在研究這件事情 就在講制度跟技術典範 然後它如何導致同樣一個事情 為什麼會出現這兩個新聞 這個我今天不講那麼複雜 我只要講一個事情 就是不是簡單的覺得說 熱心設施 我們自己想去哪裡做就去怎麼做 那個其實呢 是還是有專業的 但是那專業並不是原來說的那種 單一的學科的專業 這個是有一陣子非常流行說 我朋友覺得我在做什麼 我們家人覺得我在做什麼 社會大眾覺得我在做什麼 社會大眾覺得我在做什麼 然後政府覺得我在做什麼 我自己其實在做什麼 有沒有 你們知道我在講 OK 那我用這一章來做結尾 我不知道到今天為止 大家對於手作步道的想法 你們到底了不了解我在做什麼 那我這個 我的朋友基本上都認為呢 我上山很好玩 每個週末我們都在山裡面 玩 跟朋友和樂的在玩 這樣子 這個是玩的話 我朋友覺得我在做這個 我家人呢 基本上不太清楚我在做什麼 模糊的 然後社會大眾覺得我在做這個 就是 對 造橋鋪路 也是用非常 就是水泥像工人一樣 其實這裡面還會涉及到 一個階級的屬性 可以討論的事情 就是很多人覺得手作步道是 藍領勞動者在做的事情 那其實 其實它並不是這樣的形象 但是大眾的人覺得 我們在做的是苦力 那政府期待我們做什麼 做這種 減彩的事情 什麼時候會完成 那個 什麼時候可以去啟動 有一個成果 那我自己呢 最初想要做這件事 是想要做這件事 就是修復地球表面 但是實際上 那我們最多的時候在做的事情 是什麼 挑誰 對 做各種各樣 這個 後勤的工作 還有就是做在電腦前面的時間 其實有的時候 比出去外面還要久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做很多的 工項的調查規劃 所以 如果之後有興趣 繼續成為步道師的人 就會理解我在說什麼 因為我們會做非常多的 簡直作業 好 那 用這張表 讓大家想一下自己現在所在的位置 我強調呢 SY軸特別是知識跟行動 我們去到山林裡面 剛剛前往去賞鳥賞蝶 去做自然觀察 其實是一個一般的路人 一個人也可以做 那我這個路人呢 如果只是去走步道 其實就像剛剛大家看到那個 我們所沒踩的一步在自然裡面 都是對環境的消費跟提醒 好 但是一般來說 大家不會去注意到這件事 我們只有透過行動的面向 才能夠成為公平 就是每一個人成為 對自己行為能夠負責任 並且用自己的行動去修補 這個行動 會成為公民 而且這行動 勢必要跟其他人 產生社會網絡合作 好 那我們可能是一般的消費者 環境的消費者 或者是購買戶外物品的消費者 但如果我們提升 我們在知識層面上 對於自然 對於各種各樣的 包括剛剛說的戶外的知能 知識 我們如果提供知識 提供知識的層次 我們某種程度可以專業者 好 那這會產生四個象限 一般來說 大家常常參加的 那個網路社群或登山團體 可能是哪一個象限 比較像是 大家一起去爬山 開開心心 吃麻油雞 吃姜母鴨 對不對 那當然不一定大家都會吃姜母鴨 OK 那我希望 我們步道學 想要讓大家 透過知識的 這個成長跟行動的參與 看有沒有機會 操作 成為 有行動能力的 回饋環境的 公共性的社群 然後我們是一群 有 有 互相是 我們不是再次一個個人 是一群 有理念一起往前走的人 好 當然你也可以專門提升你的專業 你就會成為一個非常專業的戶外知名人 那或者是說 你不一定要停這段 你就只是願意一直去行動 這樣也很好 那 但是 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好 那 所以我們永續的步道應該是怎麼樣 在森林裡面 大家有沒有覺得這步道很自然 可是這其實是忍作的 這會不會積水 不會 為什麼 因為他有考慮到泄水波度 然後他會不會造成更多的樹的損傷 所謂造成更多樹的損傷 就是路會擴張 但是如果他做了什麼呢 他做了這個氣死波凱 讓人不會這樣子穿越 所以是這個地方就可以減少 捷健大跟路的健大 對 然後所以你可以真正的怎樣 一條會讓使用者真正走在上面的路 才是能夠減少對自然的傷害 集中破壞在這個 所以我們在做這個東西上面要強度 但是也要讓它看起來自然 然後 那一般來說呢 剛剛講到了 很多人覺得他去爬山 這樣走就好了 可是過幾年之後 什麼都不做自然走出來的路 就是右邊那一章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選一條 比較好的動線 然後讓人在上面 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那常常很多人 剛剛我們在探討工法層次的時候 都說手做步道等於土木階梯 很多人都覺得手做步道就是木階梯 不是做那些水泥或什麼 但是為什麼我們說 如果可以這樣就不要這樣 剛剛我已經解釋過了 如果我們可以選擇一條 玉迴的路線 我們就可以減少設階梯 我們如果做那個手做步道做得到 這是工法之一 但是我們還是要去換那些階梯 所以如果我們有其他的選擇 我們要用系統性的思考去讓這個 整個決定更有序 這是我今天看到的一個 有人分享給我的新聞 然後我就不曉得要怎麼回答這個問題 這個大家看得出來嗎 他在講的就是那個 用苛殼來做類似碎石 然後其實是一個很友善環境的步道 那其實這就是有一點建樹不建的 大家了解嗎 就是比方說外面不是有路嗎 那我為什麼要開出一條切割棋地完整性的路 下禮拜再講三個 下禮拜講棋地的時候就會講這件事 就是我們如果在選線的時候要討論什麼 討論整個 我們常常在都市裡面的步道啊 一座山頭 有從這裡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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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說 這一條步道 總在用什麼工法 你覺得對嗎 不對啊 為什麼 你要先想這整個棋地的完整性 核心敏感區域在哪裡 我們路可不可以透過 縮小 迴避 減輕 補償 這假設這是一個棋地 我路如果是這樣子好不好 我盡量要這樣子對不對 那我如果有很多條這樣的話 所以你如果有一個棋地的概念的時候 你就不會這樣做路 你可能在選線的時候就會這樣做 這就是 迴避 或者是縮小它的範圍 或者是減輕它的影響 如果真的沒有辦法 一定要這樣做的時候呢 補償 就是讓他們做棋地的 所以 記得要有一個整體的概念 然後要有一個 這個是我在比較說 這個就很清楚 大家知道在哪裡 河灣北對不對 河灣北現在遇到的問題是什麼 那個地方很衝刷對不對 那是一個凹洞 然後呢 大家現在在做的事情是什麼 是這樣 做很多的木板 然後想要擋充刷 這的確也是所做不到的工法 可以做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是系統性思考 你會想什麼 我的選線 剛剛我是不是已經畫過類似 我選線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就可以 避免這樣子 所以我要從地形上面去做改變 然後 你把一個地方擋起來之後 或者是坐起來之後 人又繼續亂走 所以它有可能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遊客量 河灣北河灣西 最大的問題是遊客量 遊客走出很多路之後 結果造成迷途 因為路跡很多 結果呢 設指標 而不是重新去界定路線 那是不是 這些都是可以做的工法 問題是 也要有系統性的思考 或者是說 大家直接去鋪土包袋 這是我覺得最 不知道該怎麼說的 在路面上鋪土包袋 感覺如果救災搶險可以 但是實際上呢 久了以後它會破 然後所以 這個是在嘉明湖的案例 那個 你看這些溝其實原來都是人走的路 然後雨水沖刷之後變成深溝 人又往旁邊走 人又往旁邊走 所以這些深溝要不要處理 要 否則它會越來越深 那工程怎麼做 做擋土牆 然後堆土包袋 結果再一個大雨來就掉了 那這個就是我們手作步道做的 大家看得出來 施工前中後 做完之後 然後你覺得 你如果從來沒走過的人 你根本不知道我們在這邊做了多少的力氣 去過嘉明湖是小鈺嘛對不對 還有誰去過嘉明湖是小鈺嘛對不對 還有誰去過嘉明湖是小鈺嘛對不對 還有誰去過嘉明湖是小鈺嘛 連配文也有上去 其實要解決充實溝有N種方法 這是其中最累的一種 但是 這是永續步道的設計 我們的所謂的系統性的思考 就是我們必須要去想這些事情 OK 好 這邊不用再做了 不用再做 就剛剛那一題就好了 OK大家不要緊張 我只是今天想說呢 我想要口氣把這一個 這樣我之後就可以 做步道的部分講更多 好 有沒有什麼問題 請 老師那個11月2號 跟3號今天一定要 做一個決定 對 要不要 舉手嗎 我們就算票好不好 蛤 就是舉手看票 好 OK來請那個天使 步道天使寶 我們做一下總計 11月2號 禮拜六 11月3號我們選一天 選擇 11月2號的有多少人 請舉手來投送 好 請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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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都取得 兩個都取得 OK而已就兩個都取得 這樣怎麼比較長 好 那應該是吧 時間好 時間好 11月3號的 OK好那就 11月2號喔 他沒有舉的人也要來喔 OK 就11月2號 一次的戶外課 請大家排除外賣 OK 一整天一整天 好 然後就是有時候 這個禮拜沒有收到那個 信件的 蠢疾 好